好 在第一張地圖上面是來到了凱羅斯的交會點 右下角是來自中國的紅色神怒選手探機 左上角 左上角是藍色的韓國的人類選手Gumiho 一場人打神的對決 這邊是要進行一個 藏起來 藏兵贏的戰術 那Gumiho在昨天和前天的 不是昨天的前天 前天的 不是前天 昨天 昨天的每周四個賽上面也有出賽 但是最後是被我們的NICE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好像是32強吧 在32強的時候被NICE2比1級 很早就下去了 那是64強 64強NICE打贏Gumiho 然後上去32強打贏PTDRAGO 然後上去16強對上INNOVATION 然後輸了 我剛剛問NICE要不要寫文章 如果今天Gumiho出現 如果今天Gumiho出現 NICE 惜敗 IEM出現選手 沒有 不是惜敗 他打贏了 打贏了 IEM出現選手 然後最後惜敗 INNOVATION 惜敗 INNOVATION 是這樣說沒錯吧 可是 他今天打贏了也只是到明天而已啊 還不夠還不夠還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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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只好幫Gumiho加油 還可以提升泰斯 哈哈 探機的農民是已經 到了Gumiho下面了 回來就 都已經不知道 一定是也在布局 對 他要槍兵回來喔 你知道你兵儀式在外面 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兵儀式直接飛回來 但是他把軍工廠放在下面 所以他在下面 科技實驗室啊 這要出導彈車 對 對 對 我們還在尋 好 被機箱被打掉了 後續神族是接了一隻教室跟一隻哨兵 因為他最主要就是 他雖然知道你必須在飛機 但是不知道你的列輔的位置 所以還是要再去尋一下 再去確認一次 看一下 看一下 再往上 開一下 關門 關了 他要進來了 不用出去了 不在裡面殺 對阿 再殺多少 沒有兵阿 這邊 忍用工兵了 忍用工兵 一台導彈車台 三三來遲喔 一個礦樓 一個礦樓 這教室真的 一隻龍 再殺再殺 不應該讓他賺這些東西 真假 趕快關起來了 等一下 我現在發現一個很好玩的問題 這兩個人為什麼不打韓服阿 你知道我剛好 我剛好有問探記阿 他說要卡一起卡 哪有我一個人卡的道理 也是啦 他說他打韓服100元 然後咕咕歐0元 也是齁 我這樣要怎麼打 那不如就一起卡吧 好的 真是尷尬 下面的VC 聰明的選手 就是要這樣做很棒 也是 沒錯 要卡一起卡 下面的VC 是直接升了閃現科技 公民歐這邊只是選擇了 隱形的女妖 這掛鍵掛到外面來 真是多功能阿 不過這個 這一個那個 機械之號堂 有點霸了 感覺 小眼睛應該是來不出來 會賺到一些東西 電池是放在了門口 哇這女妖第一時間是 有機會 打到點東西囉 隱形要好了 隱形要好了 他其實是不是應該往左邊拉 他不應該往右邊拉 隱形要好了沒錯 隱形要好了 隱形要好了 隱形開起來 隱形開起來 尷尬 隱形還沒有好 隱形要好了 而且那個 機械製造場 COMM minha神 快好 正式街燈 還需要一點時間 我 prochaine 有機會可以打到 六隻以上農民 剛クミ虎 沒有再點 他點到最獵了 沒錯 不然他應該可以 打更多農民 為甚麼一直要 點隻有的沒的 他是點不到了嗎 歐 discours 我幫他講上個理由 不是啊 歐服歸歐服 這個點歸點啊 歐服點起來 這怎麼會有兩隻農民在這水平 阿阿還放過耶 不用錢還是點耶 人真好 他放在野外給你殺的 你是不是覺得這必定有炸 是不是殺了之後你就會 爆炸 你就會爆炸 這個正面 這個可能要看 炸雞這邊有沒有感覺 炸雞這邊 我覺得他目前什麼都不知道耶 他現在還在出小眼睛啊 而且他追練沒有往外走 完蛋了完蛋了 他被掐住了 他就這五隻追練對不對 然後主上手還有小眼睛 哎呀 鎖他的小眼睛 點那個小眼睛 好小眼睛沒點掉了 隱形無敵 還有兩隻 還有兩隻 應該還有 但是最主要是這個坦克 直接上來集火 我覺得繼續的操作 小眼睛 小眼睛 小眼睛跟上 看不到 快救我 順回來順回來 順得不錯耶 重新回來 守這個 狂王戰士顧蜜猴的後續坦克也接得上來 剛剛那邊其實被點的有點多東西 嗯 坦克 開盾 急火女妖 閃現操作 可是有兩隻 小眼睛有兩隻 對 放的位置很好 這小眼睛應該是點不太掉了 坦克架起來了 壓力很大 要不要回去主礦 進行一個護盾充能 因為主礦這邊還有一個電池 還是下面怎麼辦 他想不 他忘記了 他要跳了 他要上了 他直接上了 拉出來龍鰍吸收一輪炮火 隨便上去點 點掉那個坦克 坦克點掉了 哇不太妙 哇 布的死傷很多 這邊布的位置只剩10個人口 幸坦克又架了起來 第一隻布修 還有一半的見到時間啊 哇 這部壓力非常大 局操作 最近出場很少 坦克這個位置 真的壓力太大了 那個VR還停電了 那個布修都出出來 那個布修 就算出來也沒有用 他出來了 那個上面都是女妖 沒錯 女妖 女妖會一直扒你的頭 這邊恭喜 顧米厚 先拿下1分 1比0 在這個波舞的決定戰中 那個 我覺得炭技巧已經出多了 他出到幾隻啊 四隻喔 三隻 三隻 出太多了 而且他的閃堆 沒有辦法往前 我覺得主要是他完全不知道 對面要幹嘛 他太怕女妖了 他家 攻擊都放在家裡防守 有點太多 而且那個 他如果第三隻小眼鏡沒做 他做的是第一 他做的是一隻布修 剛剛第一波過來 他可能就有不修 嗯 有不修還是差很多 那個坦克 有不修 那個坦克出現就不見了 嗯 然後 再加上他其實中間 他 跑出去之後 他點掉第一台坦克 後續的小眼鏡沒有跟上 所以會被女妖頂了 追烈死傷有點慘重啊 所以導致後面在守第二波第三波的時候 這些數量不足的情況下 被女妖 被女妖又占了更多的便宜 因為打不過天空那些女妖 女妖輸出其實在前期算是非常高的 好 第二場比賽開始了 地圖是來到了 藍椅 地圖左下角 是來自TopGamer 中國的神圖選手 探機 而右上角 這是來自藍色 韓國的人類選手 Gumihou 比數上錯了 不好意思 目前是由Gumihou 1比0領先 這個SCP出門了 對阿 對阿 平常發尾 但也在家裡附近 你在稍微外面一點點的地方 其實我也蠻想知道 NICE 昨天打Gumihou 是怎麼贏的 他一定會跟你說 輕輕鬆鬆 他才不會說輕輕鬆鬆 他說人類就是這麼陰霸 我都已經這樣子這樣子 這樣子了 他還那樣 嘿嘿嘿 對不對 好這個農民也在尋喔 探機在找外面 看到有沒有機會 收到這個隱蔽 但是位置不太對 有意思 但是沒有尋到 Gumihou是放在地圖的右邊 雲莫3點鐘方向的位置 探機左邊沒有尋到的情況下 就直接 到Gumihou的家裡面 進行一番偵查 看到這邊沒有兵營 那應該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這邊在幹嘛 那主要還是得想辦法 看看那個野的兵營到底在哪裡 應該 用那個時間算 因為如果這個野在你家下 應該 準備 等一下就準備要準備 他稍微一看時間點 應該就看 好 家裡面都看過一遍了 主光跟二光都沒有 好 好 死神來了 那就是 就知道 還有野在家裡附近 而且 這一場看機器開局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 因為你眼睛 所以就反應過度 他二塊還是先下 嗯哼 還可以啊 因為Gumihou其實開局 跟上一場是差不多的 這個軍工場 又要來 這邊出一台導彈車 對 我要出了第二隻死 只是剛剛上一場 是沒有出死神 上一場是出槍 喔 這一場看起來會更快 敵人這個科技 怎麼感覺會更快 喔唷 死神已經進來了 好最烈來了 這個VC 目光依慧喔 一次已經開始建造了 那個沒有要TPS了 就看才 把家裡附近的那個 還有辦法把家裡 喔 家裡教室進去 進去 家裡 啊 看到了 殺兩隻農民啦 這邊要拉一些死神 還可以再殺 還可以再殺 三隻 嗯 這隻教室 有點麻煩 因為如果這隻教室 這邊看到了 嗯 這邊 這邊這個教室 如果剛剛 然後是在外面 提早把他解除掉 齁 出品故名有 我們就 拉個兩隻 拉個兩隻 拉個兩三隻 是不是這邊 維修 配合這個死神導彈車 進行VR4 你說這個這邊 唉唷 導彈車還在續喔 這個二況應該只是開好看的 喔 兩台導彈車 跟三隻死神 他可以幫我帶一下嗎 唉唷 那我跟瓦迪好了 他可以 欸 他沒有在動耶 他有在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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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 我先帶這邊 這邊 顧米猴子已經 兩台導彈車壓過來了喔 喔 這框看起來是 手不太住啊 你剛剛怎麼突然無聲了 我有無聲嗎 我剛剛沒有聽到你講話 幾把 這框手不太住啊 哇 導彈車很兇啊 三輪導彈車 這遊戲是這樣玩的 你怎麼這麼easy的 導彈車真的強 真的好強啊 這框有什麼之類 都放掉了 他自己還沒有辦法下來 還卡了人口 好尷尬 怎麼煩 這邊 而且顧米猴這邊加力 這坦克只要出來 然後加在上面 只要加一個位置好一點 不要加在前面 基本上你等一下想要閃退去反壓 應該都不會太難 放手起來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這邊加力三兵 補下去直接準備 就掃描 這麼豪邁的啊 想掃就掃 還要想要把這堆給鎖掉吧 還是剛好 有多死了兩台導彈車啊 看一下喔 沒有啊他沒死啊 他沒死啊 他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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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死了五隻的農民 好家裏面 雕寶已經開始下下來了 探機要決定 用少許的閃線追累 往前走 進行去壓制 這邊有坦克啊 還有四百導彈車 基本上要賺的東西 有一點困難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還想賺那個 好險他沒有跳臉 跳臉遊戲會結束 真的 還要賺那隻殘血的導彈車啦 Ryu妹這三隻死神是繞到了背後 點農民 有電池有電池 上面有好多電池好難點喔 那這哨兵很尷尬 這主胖 點那個哨兵 不要不要不要 主胖沒有電池 一個立場不錯 來稍微解掉這些死神 但是也是打了蠻多農民的 再點一隻 六隻 原本神竹就很窮啦 沒有惡王先放下 還被點六隻手 你要跳嗎 有看到吧 危險危險危險 上面是OOB的 跳上去就一去不復返 一去不復返 這最厲害喔 就像剛剛Top講的 要做到事情真的是有點困難啊 在這個台名上面 人家都準備好了你想幹嘛 來來來 拿將神竹在這一波來講 真的是很難打啊 而且他還有一個B沒有過過的經驗 忘了掛 等一下去掛 好 交換交換 還要跟那個星際桿換吧 他也出了兩隻女妖欸 這女妖等一下要去親家 嗯 神竹好窮啊 現在只有68人口 直接在 大概前中期的時候 是輸給了人類喔 輸給大概10人口左右 神竹好 神竹好 這邊也是 閉著眼睛在 閉著眼睛在丟掃牛 反正我覺得你這裡 應該有OB吧 掃起來 欸欸欸欸 在幹嘛啦 阿呦 這一炮 來吃個幼兒啊 這兩台不拿去修一修嗎 這兩台沒死啦 然後還換了三隻墜裂 這個單位 真地好 炭機要打一波了 補了五兵 所以等下來總共四個 八個兵已經配了一個人禁喔 他真的超窮的 他沒有要補瓦斯了 這個很難打阿 而且你看現在這樣才沒有 主阿斯他 前期的劣勢導致 他的兵其實也沒有到特別多 他是個基本兵的一波 他是個 想要靠賽宴嘛 你看對面 顧米歐 他的打燈好了 還是直接往前走 出牌也要好了 給你機會 這一波 有機會嗎 還有兩隻女鵝來撿 哇 大隻女鵝的尾刀 尾刀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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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隻鎚了剩一隻 冷靜師抽出去了 來不及阿 你的時間 時間有差 人家已經推到你家了 顧米歐的大軍 已經要掐住你的脖子啦 在這個 惡礦的地方 坦克要駕一個非常好的位子 配合CP進行維修 這波 正面直接駕起來就好了 繩索兵力完全不夠 衝瘋狂衝了上去 最累全部被彈弄轟的稀巴爛 打真正的戰略藥劑 槍兵往前頂 哇 繩索兵的快不成軍 還有無數的導彈車 進行一個鎖定 上面有兩個電池 但是沒有足夠部隊的情況下 電池也沒有用啊 這戰車不明有二控看起來好像也 是爆牌 但是最主要是兵量差太多啦 哇 全部都急了上來 直接探機打出了聚集 攻擊顧米齁 是連下兩層 是2比0 取得一個波舞的賽末點 聽牌啊 看這個 大勢已去 感覺 怎麼沒有還手的餘地啊 這主要是 這兩場金額打的都比較 都是比較偏脫的東西啊 然後 那個 我覺得 探機在某些細節上 沒有真的做到很大問題 對 沒錯 就是他偵查到的東西都有點少 第一場最可惜啦 第一場那個 他的追劣沒有辦法往外走 在前面做演 他為了守那個女妖然後 這些就是先進來下 直接被推到人 對 被架在那邊真的太傷了 然後第二場是那個 他根本不知道對面要不敢打 東西都已經到人了 他只知道對面的東西全部都在外面 車子死神的一波是 直接把這些二框給點掉 就是我覺得 第一隻教士到底要不要飄進去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不用 到底要不要飄進去 因為你如果不硬挑 你 用那個教士再去 你一定再去 嗯 好 沒關係 看一下探機在第三場 能不能有比較 突破性的發揮喔 地圖是來到了天然降臨 第三場比賽上 地圖左下角 線中方向是紅色的中國選手 我們探機 地圖右上角 是藍色的韓國人類選手 Gumiho 目前是取得一個賽末點2比0 team牌 如果有機會 再拿下一分 就可以晉級到我們明天的 Final Qualify 這個最後的資格戰 還有其他的輸位選手 喔 喔 這個路線可以喔 第一時間看到 那這個兵你蓋不起來 人類很虧喔 炸掉了炸掉了 這完全蓋不起來喔 這完全蓋不起來 這完全蓋不起來 沒增打了 炸得到 好虧啊人類 這一場探機有機會喔 對啦 開局就有一個優勢 有心靈上的念力 農民直接往右邊走 其實他前面兩場都有做的類似的細節 只是剛好沒尋到 而且主要是Gumiho的兵 也是放在比較靠家裡面那邊 前兩場就只是 就純粹只是放在外面干擾你 這一場是也在了很前面靠近探機家裡面 總算尋到啦 真的 尋了三把 總算尋到 這邊開一個電機工程所來干擾一下你的開礦 因為最主要是這邊 你人類現在前期完全沒有東西干擾什麼 所以神屬家 如果他不稍微用這個電機工程所干擾一下 神屬家就是完全造地了 神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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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原本在蓋冰營的太空工程車 冰營好之後 跟前幾把一樣 是選擇一個科技實驗室的掛件 待會要和軍工廠進行一個科技掛件的交換 出颶風飛彈車 最早是飛彈車現在在前期太強了 真的 他在前期幾乎是無敵 真的是無敵 你知道操作比較有太大的失誤 飛彈車都不太應該會掉 你們這邊是怎樣 冰起來 冰起來 難道是果泰市場不太妙嗎 沒有不要亂講話 我先把麥關起來就好了 這邊 最主要是這邊他就會太虧了 沒有打比較偷 你知道那個前壓戰區直接偷一點 會放直接放下去 喔這隻教室又不覺得打死 喔這隻有扣 應該會來不及吧 對就死了 多送了一把能量啊 好 今天 看今天 家裡出的是不好 今天不好拘出 好 好像好一點 他剛剛為什麼要選擇RECALL 我是覺得那個 不管怎樣都一定會死 對啊 他就是想要 手癢想要救救看 救救看 救救看 請救救我 對啊 我們不能 放棄任何的生命 再多送你一隻款式 別說我這也不好 再給你一隻啊 對啊 前期看你疊病這麼可憐被我發現了 我還不多donate你一點 加減鬆一點 平衡一下我們兩個 飛了兩隻鳳凰 那鳳凰 你在這個地方就想要抓 要抓什麼東西啊 抓女妖嗎 他是想抓女妖啊 要抓女妖其實可以先飛進去看 看到什麼 有啊他要哈飛啊他飛啊他飛進來 原來剛剛什麼都沒看到 現在看到了 沒有看得很透徹 還在出鳳凰 這一場是選擇一個 星星之門的客帝走向 喔這邊正面要直接打過去 喔要進行一個潛壓嗎 等一下鳳凰過去直接把那個 坦克抬起來 教室直接飄在 直接飄進去包那個牆 但是這教室量 教室量夠不夠 但是顧名偶來不來急堵這個口啊 來不急來不急 直接進去了 喔要直接上是不是 這一波其實很拼喔 這一波 可是我覺得這個鞋頭沒做好欸 而且 有點太拼了 而且其實教室的量沒有想像中多 你知道嗎 教室其實有點少 哇哇哇這一波太虧了 完了 完 涼 而且他這一波教室也是 沒有帶攻速的喔 他是進去基本上打不太到東西 第一次他的數量其實沒有很多 他剛剛應該就四五隻吧 四再五隻 差不多五隻教室 對差不多五隻教室 然後 然後 上去的第一時間 其實他的鳳凰跟先知是脫節的 好稍微抬一下 這個巨鳳飛彈 真的是很硬啊 打不死啊 放心吧 趕快走 那這樣的話 前面再送了一波部隊 可以看一下雙方的戰損了 所以神徒是送了六隻教室 加上 一隻先知劍 你說人類 人類這邊等一下也要比 他也是 他也是要打一個兩況一坨 那 最主要是剛剛探機送的這一波 其實把 有點把他的優勢送掉 對 他這一波如果不先衝 他先把這個資源拿去做 教室攻速 或是現在衝鋒孔的話 其實 表達理論上 表達改好了 這一波壓力 應該就不會像現在這麼大 稍微來解一下後緣 他一直槍斃 背面 其實有一隻解放者 想要直接去架在 那個探機的家裡面 沒有 他在確定鳳凰在外面的情況下 就可以動了 家裡什麼都沒有 真的 看到你在加速VCBF 好痛苦喔 加了起來 主礦經濟癱瘓 第一時間沒有反應 沒有藥傳 任何的追劣進行幫手 另外一邊這個三礦 一波槍坦的推進 直接 要把你這個礦區 給打爆了 這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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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阿 全部被洗掉啦 而且最尷尬的 你還守不住阿 這個正面 哇 好痛苦阿 不過這一波應該是 理論上應該是 撿得掉啦 只要鳳凰把他兩回砍掉 抬抬 喔 這邊兩鳳凰 這牛這邊操作還是很漂亮 但是解掉這一波對神主來說 其實還是不是很好 因為主要是他的農民死太多了 而且重點是三礦掉啦 三礦掉對他來說是最大的問題 剛剛 顧米歐打了一個 雙線協同 他非常漂亮 這邊 顧米歐自己家裡三礦 然後 開始營運 然後出 開來出掠奪者 然後攻防 但是 顧米歐這邊 一樣抽了一船半 掛在外面 一樣要進行一個雙線喔 上面是有兩船 探機的主力部隊 則是 扣關到顧米歐的 礦區喔 這個三礦飛起來 可以起來 探機家裡面只是要爆炸了 有四船的部隊喔 同時在家裡面 進行騷擾 腿機全部停電 沒點好 他怎麼再點 他點錯了 還沒點好 還是點到 還是點到 必須全部的停電 再走 再走 沒問題 另外一邊的騷擾 殺了不少農民啊 這一波 十隻農民還可以再殺 這個鳳凰看起來也毫無用武之力 哇 鳳凰被點了 這一波探機感覺是沒有辦法再繼續撐下去啦 IEM之旅要在 IEM的歐服之旅要在這邊畫下一個據點了嗎 看起來也是歐服 你感覺 顧米歐今天打得不錯阿 對阿 肯定是因為奈斯大神太強了 果然是在 引狼威脅手上拿下一分的人阿 對啊 等級 level有差你知道嗎 真的欸 果然是 看馬路打上bo7 讓馬路死出大絕招的男人 不愧是台灣為二的職業選手 真的欸 開玩笑 真的不開玩笑 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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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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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一次那個 台灣服的預選再一次別下去 好 顧米歐大部隊喔 直接A了上來 探接部隊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正面部隊的情況之下 感覺不太行阿 衝上這個斜坡口 只有少量的白球衝瘋狂 燒兵也完全沒有辦法抵擋 閃況又再一次掉了 人口拉開了 起死直接打出了 起死 這邊是3比0阿 畫下了句點 由顧米歐斯拿下了 這次歐洲伺服器公開選賽的第一章 前往明天阿 明天的 明天的那個 FINAL快樂法的門票